梁秀琴一向见不得 云子凌被人欺负 更何况是云西这个死丫头 她一开口攻击 她立马就跳了起来 死丫头 怎么说话的 你妹妹好心好意问你 你就是这种态度回报人家的 嗯 山椅里出来的 就是这么上不了台面 就你这样 还想要嫁进蒋家 哎哟 简直痴人说梦 我看你啊 还是早点把婚约取消了 顶着这么一个身份 丢人现眼 不仅蒋家没面子 我们云家 也跟着丢人 云西缓缓转头 清凉的眸子落在她妈咄咄逼人的嘴脸上 有的时候 她妈的脑回路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她不也是从山野里出来的吗 混迹在这繁华的京都这么多年 自以为自己当了个副局长夫人 就很了不起了 在四大家族 甚至是那些豪门贵太太面前 她还不是一样要舔着脸去巴结他们 山野乡下根深蒂固的略根性 一辈子都改不了 就好像现代字般尖酸刻薄的模样 真的太丑陋了 看到她妈这样 云西便能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沦落到她那幅田地 云子凌想要作死 她很乐意奉陪 而且 这也是她布局的一部分 梁秀琴偏心云子凌 攀上蒋恒岭 只是她计划里的一部分 欲望和贪婪 会像海绵一样 一点点的膨胀 只有得到了她们想要的东西 再让她们一无所有 才更能体会那种痛彻心扉的痛 她不是不动手 而是在等 等她们爬得越高 摔下来才会越痛 她要把曾经伤害过她的那些人 一步步推到深渊 包括她至亲的亲人 重活一世 支撑她走下去的 除了变强的梦想 还有 深藏在心底的恨 云子凌还小 她的欲望才刚刚冒头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 助长她的欲望 培养她的贪婪 想要毁掉一个人 让她死 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更能报仇雪恨的 是让对方 生不如死 妈 你是不是觉得 我取消了婚约 蒋寒林就会跟云子凌订婚 哼 那是当然 蒋二少今天 陪我们逛了一天呢 还送了这么多东西 给子凌 对子凌啊 又温柔又体贴 哼 她有多喜欢子凌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你呀 最好识趣点 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早点的 给子凌同位子 就你那行客六亲的命格 哪家少爷公子敢娶你啊 也不怕被客死了 踩云西一脚的时候 梁秀琴还不忘 把云子凌捧高一点 再说了 我们家子凌啊 从小可是经过 明媛千金培训的 等成人礼的时候 还要去参加 京都最有名的 明媛千金舞会 哼 她虽然有心脏病 可 起点比你高 只有她 才能配得上蒋二少 你 算得了什么 云西跳跳眉 这会儿真是忍不住 笑了出来 她实在不想打击 她妈的自信 也懒得提醒她妈 不要作死 由总统成立的 京都最有名的 明媛千金舞会 三年举办一次 邀请的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明媛千金 不仅要家世显赫 样貌出众 还要有特长 要求很高 能拿到邀请函的 少之又少 就云子林那副模样 和成绩 还有他们家的家世背景 想要拿到邀请函 简直做梦 她妈想借机掉金龟穴 这如意算盘 打得太不现实了 感谢观看